这里是流津五节正安村 区域排水 二节排水 市区的河段约有六百多空尺长 两侧采用气室护岸 由于年久失修 有些护岸出现了掏空情形 危及当地住家 以及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地方不断争取全面治理 而先远检松树 为此邀请县政府等相关单位来会看 那些残的摆水 这条稿也做了很久了 这些高情都已经帮了 帮得很厉害 这我们已经跟我们的議員已经 反映这些年了 还有丁政局 我只是说 既然说 官政府这边可以重视 快点把中央 或是官政府来拼着政府 接下来把政策好事 这有法度照顾人民的生命财产 原本的旧位 几十年的布法 三明治的九头法 已经腐蚀也坏了 希望说会影响到组合的安全 希望我们水里单位 我们的官政府这边 有官单位可以来 冠近 跟他拯对海气的部分来修補 拯对海的部分先来修補 因为 六百块 六百块公囚 等级来已经建议很多遍 将来就有建议 没结果 希望这次 这次办会可以说 拜托官政府这边 来冠近把家委保障 来拜托官议员 可以把家委送到中央 政策建议可以整条改善 这个作用 必须可以安全 要感谢台湖政府 与传官政府 大家支持 地方要求县府短期内 紧速进行户案的 整修补墙工作 而长期则是加速 争取中央经费补助 办理全面性的整治工程 以确保合防安全 为此 而县府水资出人员表示 针对护案掏空部分 下周就可以进场进行修补工程 而县府也早已针对二姐的排水 提出彻底的整治计划 县府会持续再度 向中央争取经费办理 加速办理二姐排水的整治工程 保障沿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宜蘭新闻记者14名 采访报导